那小姐今天說不要動 你選擇放車再壓她 她在講我沒有去盪 台中一名失信公車司機 日前路口撞死 女大聲到對方臨堂 下跪道歉 家屬依舊不接受 一開始撞到她 她就臉進車也死掉 那就算了 我們命不逃 可是不是 昨天那個學姐 直接信證都跟我說 她是活著的 她只有手被你壓到 是因為你有上車 有動的車子 她才是被你一聲聲 再用輪胎壓過去 媽媽當場就指控司機 明明就有機會 可以救女大聲 卻繼續往前開 才會導致女兒死亡 怒害要提告殺人 希望把事情弄得更完善 是希望 就是希望社會 把我們家鄉活動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 給每個孩子快樂生長環境 女大聲媽媽出面 簡短回應 希望接下來不會再 有任何人受害 也透過律師 發出聲明表示 不希望孩子們走在路上 都要穿盔甲保護自己 這樣會讓手法 走在斑馬線上的人 都想笨蛋 強調希望透過這起事故 能讓政府機關 加強道安議事 而司機更被爆出13年前也是擔任公車司機時 早就撞死過人了 另一名家屬也針對此事痛批 覺得被欺騙 因為公車業者曾經回應 司機表現良好 沒有違規紀錄 他質疑為什麼司機沒被吊銷 家照還能繼續開車 但再多的疑問也換不回 女大聲的性命 家屬堅持提告要逃回公道 TVBS 新聞 黃國軍 廖凡一 SNG 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